財經台 完 歡迎收看板前戰法 當有一些人看到昨天 歐股在這邊做一個重挫的時候 哇 心裡一定很擔心說 今天台北股市會不會大跌 當前幾天 台北股市來到這一波的高點 8782這附近的時候 我相信全市場的人都跟你講好 那時候我有我告訴大家 我說8814之前 台北股市一定拉回 我講得非常清楚是一定拉回 可是等到真的大盤拉回之後 哇 那全國的投資朋友又嚇得要死 然後昨天我們不是講嗎 上那前線百分百嗎 所有的來賓全部看壞 當瑞涵問我的時候 我一句話告訴他 我說什麼都不要怕 機會來了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趨勢的概念 在股票市場我們往往看到很多人 他的觀念是不正確的 在股票市場裡面有一個叫二八理論 二八理論是什麼 百分之八十人賠錢 百分之二十人賺錢 你說老師 每個老師都是講說做股票一定賺錢 我從來不來這一套 我直接告訴你八成人都是輸 兩成人才真正賺錢 你要來 你要學 你不來你就不要進這市場 因為你進這市場 每年賺的錢通通都把 被人家學習過去被人家騙走 很划不來 各位台北股市我一直跟你講 這是一個趨勢的概念 這個叫做三角收斂的修正 短線的跌身反彈 他在前幾天在8814之前都持續不變 但是我講過了 8814一定拉回 然後我說中線的空方修正不變 反彈是怎麼樣 給持股多的人去做減碼的動作 急跌你就可以強短區間應對 這個話我講得清清楚楚 乾乾淨淨 6月30號 6月30號 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我是不是公開告訴你 8814之前 一定拉回 各位那個時候你去看 所有的節目 所有的媒體 全部人都跟你說好 沒有人會說壞的 但是當昨天大跌之後 所有人都給你看壞 沒有人敢跟我一樣 說告訴你 這一波拉回 把握機會的開始 你看前幾天 我是不是一直跟你講 8814一定要站在條件賣方 然後昨天大跌之後 我說想做多就趕快準備 在大跌之前 我還告訴你 我所看到的拉回的訊號 都非常清楚的告訴你 這個牌會拉回 然後呢再加上外資呢 在這個地方 政府的關股基金 外資買呢 關股基金在這邊一直賣 有沒有一直賣 其實這一波不要吹牛 很多人在這張這一波 真正最大的贏家 其實我講實在是那種很認真 很用心的人 要成為20%一定要很努力人 我告訴各位 這兩年我個人認為 最大的贏家是誰 是買這檔股票的人 我給各位看的 現在看的是月線 是月線 這檔股票叫做2330的台積電 我給你看的是月線 從40多塊 一路漲一路漲 還原全值再創新高 已經創這個新高囉 還原全值已經再創新高囉 各位台積電是最大的贏家 但是對於有錢來講 他想買什麼股票 他就是想買台積電這種股票 跟你去看到一些 阿狗阿貓沒有名字 或者怎麼樣的股票 你去買你都會怕的 有的時候沒有量買進去 突然漲 想要出 利空一出來沒有量 出不掉 但是如果你買台積電這種股票 那個有錢人 你就要買個說 我幾億資金買個幾千張幾百張 誰會怕 誰擔心會出不掉 各位這就是一般有錢人 跟沒有錢人 你想要成為有錢人 跟你還是永遠要做沒錢人 那是最大的差別就在這 所以我為什麼跟大家講說 在這階段一直提醒大家 選股的紀律一定要重視 積極其財跟財報 一定要重視好的股票 你現在台北股市如果拉回 我跟各位講 你只要抓住政府的心態 你只要去買政府的股票 你只要買這種四大金買股票 後面買不起來 股完幾天會繼續買的股票 而且積極在低的 EPS很高的 營收很好的 產業對的 中股票上去 他絕對就像台積電這樣 一個大波段一直上去 各位我不預設任何立場 我也一直教你 選股的紀律是什麼 一直告訴你 你一定要往好的方向走 當台北股市昨天 昨天 大跌的時候 政府八大關股行庫 郵政勞除四大基金 開始出現一個大買 買超是近期的最大 各位昨天上前線真的很好玩 很多人都看空 很多人都看壞 沒有人敢說好 就是我敢說好 這地方拉回再買方 為什麼 因為只要這三角收斂趨勢 沒有改變 你就要站在聰明的人的立場 瑞涵問我說 大家都看壞怎麼辦 這地方會不會再怎麼樣 暴跌怎麼樣 我就跟瑞涵講 我說真正精明者 聰明的人先看趨勢 這是一個三角收斂的趨勢 我一直跟大家講 這是一個三角收斂的趨勢 壓力就站在賣方 拉回支撐就找買點 這是一個正確的觀念 那來到高點 我已經講過了 你要想重新的反敗為勝 你要想拋開過去失敗的痛苦經驗 你要大戶 你要弄有錢人的心態 我怎麼樣 持股票不要太多 爛的股票我把它丟掉 我甚至在過去這幾年 我只留台積電一檔 你看是不是賺錢 是不是成為最大人家 在這次的投資講座當中 我絕對沒有說謊 凡是加入會員的人 我全部都要留下來 我跟他講說 接下來有一檔股票 國安基金 不是國安基金 是四大基金一定會買 我說只要大姐 你就買這種股票 上去 比如說兩塊三塊你就賣 一直來回做 這個國際局勢不明朗 你就一直來回做 你能做多少趟 你盡量做多少趟 你是有錢人 管你是一億兩億三億的資金 管你是兩千萬 一千萬五千萬資金 你要買個一千張 買個五百張 買個一兩百張幾十張 都沒問題 各位那次參加會員的投資朋友 您坐證看看 如果有任何虛偽造假 說謊 懸賞五千萬 各位去問那些人 我剛剛講的是哪一檔股票 也是昨天大盤在跌下來的時候 大盤在跌下來的時候 有沒有跌下來的時候 在八大關股券商 買進最多的股票其中一檔 我昨天就開始買 利用大跌最低的資金 我開始做買 那今天呢 再做買 各位讓所有的人 擁有一些基本的持股 將來長線波段區間來回的操作 來看一下 7月6號昨天吧 沒說謊吧 八大關股行庫買超的排名 各位自己看一看 第一名是誰 第一名叫鴻海 在八大關股行庫裡面 總共買超一萬八千六百一 昨天打到最低的時候 你敢不敢買 我們就問這句話就好了 過去在前兩次 我曾經舉過兩個例子 也告訴你 那時候我都是做這些關股的股票 我沒有涉及到任何股價 我也不跟你講我做什麼股票 我告訴你我都做這種股票 在152 153除權除息那天 碰到脫歐的公投 我看到政府買超最大的一檔股票 叫做台積電 那個時候是152 153左右 當時就砰砰砰砰 跑到多少 跑到166.5了 從152漲到166.5 到了有一天 台北股市又出現重挫 221塊的2454的聯發科 我又看到關股大買 昨天關股買超 八大關股 韓國總共買超8970一張 那時候是排在第一 那時候那個聯發科 排在第一的時候 買完之後 砰砰砰砰砰 又是從221漲到270多吧 我看漲到多少 那一波漲到多少 我看一下 那一波從這個地方 218漲到257 有沒有 然後前一波 2330的台積電 是從154漲到166.5 最低的時候多少 我記得152 153 我印象中154 那時候154漲到多少 166.5 各位你知道他昨天去買什麼嗎 就是我在這次投資獎座當中 告訴大家 有錢人啊 不管你是一億兩億三億 不管你是兩千萬三千萬 這種股票低進高速 你可以一直來回做 各位 昨天買超第一名叫做鴻海 買了一萬八千六百一十張 啊老師鴻海昨天賣耶 在這個地方 鴻海昨天外資是賣耶 各位我跟你講過很清楚喔 就像我昨天在撿那個盤 大家都是看掌縮掌看跌縮跌 在前線百分百 每一次都是這樣 來賓都是看掌縮掌看跌縮跌 我從來不來這一套 我直接就跟你講 過去幾次高點叫你賣 這次拉回叫你把握機會 但是今天我們必須客觀講 這次反彈 你要選好股才可以做 那在這個階段當中 為什麼去買這些底部的股票 或是為什麼去操作 用法人的心態 才能賺真正的大錢 你去問看所有的人 在這一兩年當中 哪一檔股票最賺錢 各位大家跟你講 也許講明不經傳的股票 我告訴你 跌得更慘 死得更多的一塌糊塗 但是台積電 還有一檔叫大力光 我再講這故事給你聽 兩年前我上錢錢百分百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客戶買大力光 買一百張 那個時候在八百到九百 那時候我在錢錢百分百 跟瑞涵講 我說真正有錢人 想要成為有錢的人 或是現在有錢人 還想再成為更有錢的人 他絕對都買這種股票 那時候八百到九百買一百張 你知道嗎 他賣在多少 賣在三千四 最高到三千七 他賣在三千四 那時候還問他說 三千四正賣完之後 要不要做 他說不做了 我問他為什麼 他說 因為當股價到歷史的高點的時候 營收也創新高 營收創新高 財報最佳 可是股價再沒有看到高點 他就不完了 各位接下來就是台積電了 接下來就是台積電了 這一路以來 可是最近基本上我跟你講說 為什麼從所謂的台積電 那麼到所謂從大立光到台積電 到鴻海這種股票 其實他都是給有錢人買的 各位我們常常講風險意識 風險意識 如果今天台積電很倒 你覺得國內還有哪一家企業會存著 如果今天大立光倒 你覺得哪一家企業還存著 如果今天鴻海趕倒 你覺得哪一家企業還能存活著 我不敢說沒有啦 百分之九九都會倒 各位因此在這個地方 你看到鴻海昨天八大關股 環庫 河庫 土銀 台銀 台氣銀 張銀 低金 永豐金 華南金 合計買超 全部都在買超 買了一萬多八千多張 總共外資賣一萬三 算什麼嘛 今天2317的鴻海 有沒有漲 有沒有漲 但是昨天你敢買嗎 你絕對不敢買 因為你不知道這些資訊 我常常跟各位講 我沒有預設過任何立場 我只告訴你 我在選股的過程 我在操作的過程 我非常重視什麼東西 非常重視產業的變化 跟基本面 我一定選股的距離 找尋基期低的 提財家的 財報家的 這是鴻海的月線 這是鴻海的月線 讓各位看一下 這是鴻海的月線 導播照一下鴻海的月線 這是鴻海的月線 然後呢 這個鴻海的月線 它告訴你什麼東西 它在這邊告訴你什麼東西 它告訴你說 它在相對低檔的位置 如果你在這個階段當中 你去看台積電的月線 你來看台積電的月線 來 你看台積電的月線 我先講 來 這個是鴻海的月線 這是鴻海的月線 它現在位接在這個地方 我們這樣看好了 先這樣看 這是鴻海的月線 這是370多塊 它現在位接在這 鴻海的月線 這是台積電 當時在這個地方 一路漲到這 漲了一兩倍 它最高在這 但是當時也經過一個 長期的主體整理 產業隊趨勢好 營收好 台積電配6塊 鴻海配5塊 各位我常常跟各位講 有錢人跟窮人 真的思維差很多 貪心的人 往往到最後 都是一敗塗地 死得很慘 去做投機的事情 到最後都血本無歸 我一直跟各位講 我們從來不預設任何立場 我一直告訴你 我是用那種法人賺錢的觀念 你現在如果是那種 資金一兩億人 你是那種三五千萬的人 你要買個上千張 幾百張的股票 你根本不用擔心出不去 它是跟著 國際的環境趨勢在走 所以為什麼這兩天 我一直跟各位講 你可以看看 我一直跟你講很清楚 這一波我的操作 各位前幾天 我是不是有講這檔股票 音業達 今天大漲 都是法人 都是官股 都是在買的股票 那有一些被動基金 會在發生重大事情 它會稍微調一下 你嚇得要死 你就賺不到錢 你一敢低階 你就成為最大人家 各位昨天政府 為什麼要去買鴻海 去思考看看 為什麼要去買台積電 為什麼去買可乘 這個官股過去都跟你介紹 像河庫 土銀 台銀 台氣銀 張銀 第一金 兆豐 華南永昌 我不是跟你講過嗎 你每天去統計這書籍 你每天統計這書籍 哪些股票低檔可以買 你都知道 而且你是踏著他的肩膀 這些所謂的壞蛋 不管是政府也好 不管是外資也好 過去都是坑散戶的錢 所以為什麼我們不反過頭來咬它呢 因為我們資金沒有它那麼大 所以我們根本不怕它 我們可以買得比它低 我們可以賣得比它快 買低賣快就是成功之道 親愛的投資朋友 如果你是那種真的錢很多 也看好台灣的產業 跟未來的股市 甚至台灣在全世界股市當中 現代的殖利率高達 平均高達4.69 這幾乎在全世界來講 幾乎已經是No.1了 如果你想為自己的未來 退休之後 留下一片天 讓投資的獲利報酬 能夠讓自己退休安享天年 這個所謂的無憂無慮 你就要走正途走正道 你自己摸良心看看 每一次大跌的時候 之前我有沒有告訴你 盤勢即將拉回 每次大跌過後的反轉 或是大跌之後的機會 再起的時候 我也沒有提醒你 你應該怎麼做 想要成為贏家 想要搭上富貴列車 想要成為正派 想要成為機民專業的賺錢者 不管你有多少資金 想買幾千張幾百張 我覺得 讓我一起攜手跟你講一句話 走正道買好股 如果你真的想成為贏家 你有任何需要幫忙 你可以直接來找我 節目中廣告知情專業 把握這波的拉回 因為台北股市在做三角收斂 壓力我會告你賣 調節持股做好這個動作 拉回一定要敢買 真的不要怕 不要去追高殺低 看漲縮漲 看跌縮跌 那個就是所謂二八理論 百分之八十一定輸的人 貪心投機必死無疑 唯有走正道做好的股票 才會成為最大的贏家 重視基本面 是股市的操作不二法則 如果你認同我的觀念 你也想在這個地方 拉回的時候做逢低承接 你是資金大的人 節目中廣告知情專業 歡迎打電話進來找我 讓我們一起來 搭上這班富貴列車 休期會馬上回到現場 慶祝好媽媽以時周年期 全省各大賣場均有促銷活動 歡迎選購 投資獲利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固德投顧就是good 02 257角1155 257角1155 奶酪妹QQ 紅豆哥香香 QQ 香香 香香配QQ 愛之味奶酪紅豆 香Qmuchmuch 甜蜜的邂逅 愛之味奶酪紅豆 愛吃味 投資獲利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固德投顧就是good 02 257角1155 257角1155 好媽媽用心即用鮮 每天輕鬆享用 健康美麗的魚料理 慶祝好媽媽 飲食周年式 全省各大賣場均有促銷活動 歡迎全購 投資獲利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固德投顧就是good 02 257角1155 257角1155 哇 為什麼肌膚這麼水嫩Q彈 因為我有 沙拉沙拉水茉莉 日本專利波尿酸 洗澡就像敷面膜 超水美肌天天彈戀愛 真的好彈 沙拉沙拉水茉莉沐浴 您現在收看的是中華財經台 歡迎再度回到板前戰法的現場 當台北股市碰到一個大的事件的時候 通常他的財富都會重新的分配 有錢人會變得更有錢 窮人會變得更窮 你千萬不要顛倒來想 不要說碰到大的事件 窮人會變有錢人 錯了 有錢人會變更有錢 窮人會變更窮 為什麼呢 因為窮人永遠是貪心追高殺低 有錢人都比較聰明精明者 資金大 然後知道什麼是對的事情 所以各位很多觀念一定要正確 台北股市各位看 這是一個三角收斂 這是一個三角收斂 這一邊你看得很清楚 來我放大給你看 這是一個三角收斂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好了 在這地方 我先給你看 這是一個三角收斂 好 好 這是一個三角收斂 這是一個萬點下來的三角收斂 在這三角收斂沒有改變之前 我講過非常清楚喔 反彈來到壓力是給持股多的人在做減碼 只要彈到這個地方都是一個減碼區域 因為你一定要尊重趨勢 趨勢沒有改變之前 只要來到這都是站在賣方 改變了再重新調整 這個有錢人才會有這種觀念 那個散戶都是 哎呀這種區間震盪行星低喔 都是罵得要死不敢做啦 高就拼命去追啦 那種都是必死無疑的啦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你是精明者 這個地方我都選擇站在賣方 這個地方我都選擇站在買方 只要這趨勢不改 我就來回一直做一直做 在每一次喔 反彈到壓力都是給持股多的人減碼 急跌的時候都是可以強短 可是在區間應對 為什麼區間應對 因為國際的變數確實還是很大 也很多 這個我們不要說謊 因為說謊絕對不好 不要跟人家說 哇股票多好練耶 每一檔都賺錢 不會 我們從來不來這套 我會告訴你 真的股票賺錢裡面20%而已 你說老師你這樣講 那誰還能做生意 每個老師都說很好賺錢 我就不來這套 我在老闆才罵我說 你幹嘛上去跟人家講那些 人家每個人都說很好賺 你就不能講很好賺 我說幹嘛要去騙人家 他今天想要來想要學 想真正賺錢 你教他一些東西 告訴他真正賺錢的方法 你去告訴他那些投機方式 那必死無疑嘛 何必害人 各位8814之前 6月30日有沒有預告 那時候大家都看好喔 我有沒有預告告訴你 一定拉回有沒有 當昨天台北股市重挫 我有沒有把這個標題告訴你說 這波大跌過後 你要開始做多準備囉 因為大跌時候強短要買進 區間應對 因為你能踏著他的肩膀 把這兩個壞人 踩在下頭 一個叫外資 一個叫政府 過去都是他們騙人的 我也在拉回之前 就告訴你 我看壞的理由 或這個盤拉回重挫 那當台北股市 昨天重挫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 上前線百分百 我還特別跟你講說 我要上前線百分百 然後我說 你可以看我未來怎麼講 所有的來賓喔 全部都不看好 我跟他講根本不用怕 拉回就準備找買點 但是我有強調 可以一直做 區間一直做 並不是長多現在開始 不是 他還是會震盪 跟我們講說 什麼股票是最大的贏家 台積電是最大的贏家 如果你仔細看這幾年 你真的去做台積電的人 是真的 真的唯一的贏家 那他為什麼成贏家 一定有他的基期 過去的基期低 或是一定擁有很好很好的題材 或是他的財報不斷的成長 那這些選股的紀律 如果你去遵守 哪怕你現在是 一兩億的資金 或是幾千萬資金 你也想玩股市 又不敢 又在那裡害怕 又怕買得多 賣不掉 我告訴你 這種好股票 你要買幾千張 你要買幾百張 或是你資金少一點 買幾十張 都沒有任何問題 這就是有錢人 他為什麼會越來越有錢 窮人卻越來越窮 因為他們的出發點 選股的觀念完全不一樣 過去我們看到很多人 喜歡做那種三塊五塊八塊十幾塊 一旦財報不好 崩 嚇事了 但是這些有錢人 他都喜歡做那種國際性的 法人的 那種產業對的 前景走長的 波段操作的 當我們看到昨天台北股市 在這邊重挫的時候 看到外資 這個看到政府基金關股 又在大買 這些股票他現在會買 假使未來台北股市 再受到國際利空 他現在震盪或稍微拉回 國安金進去還是會買這些股票 各位8814有沒有跟你講拉回 8782那天有沒有跟你講 我幫很容易調整 結果大跌重挫 主要有沒有跟你講做多準備 過去在高檔壓力告訴你 一定要持股太多的話 就是必死無疑 16年來我們所看到每一件事情 那個會輸的人跟會贏的人 不是長相不同 也不是長相怎麼樣 是真的觀念完全不一樣 那個有錢人謙虛的不得了 有錢人謙虛客氣 然後低調 那個沒有錢的人 就是那個半湖水 搖來搖去會想的 哇怎麼樣很厲害 怎麼樣都做那個股票 你一看就知道 那是窮人的股票 各位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當台北股市每一次 急殺重挫的時候 你在這個階段 可以低進強短 可以一直把握機會 一直來做 從過去我再記不記得 過去我跟你講的 這個政府基金那時候買的台積電 一百五十四塊附近 那個時候一直拉到一百六十六點五 那時候的一個聯發科 有沒有聯發科 然後那時候從所謂的兩百一十八 一直漲到兩百五十七 各位你看喔 他們大跌的時候 他們都在買什麼股票 鴻海啦 鴻海是准買第一名 台積電 可成 宏達電 因為維持人系 然後河碩 聯發科 富邦金 國泰金 日月光 你看這些股票都是那種 名門正派的股票 但是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很有意思喔 當第一次脫歐的時候 他排名第一的 那個時候是叫台積電 台積電就大漲喔 當前陣子有一波拉下來 我跟你講說 他去買聯發科 那時候218吧 後來漲到257 那時候聯發科也排第一名喔 昨天排第一名的是鴻海 那你就可以觀察一下了 你就可以看看 驗證我將來漲的話 對不對 鴻海將來會拉起來 那鴻海 我們剛才也分析了 他為什麼會去買鴻海 我們來分析一下 因為大力光也好 台積電也好 都是過去我們講基歐股 當時在低檔的 那現在的鴻海 他到底是高還是低 他這股價是在高檔的位置 還是低檔的位置 這個是月線 高點是在370多塊 現在在這個地方 各位 那你就可以去做比較 如果今天我有一兩億 兩三億 我不管買大力光 我不管買台積電 我不管買鴻海這種股票 我怎麼會怕呢 因為法人都是在買這種股票 但是我強調喔 不是叫你漲的時候去追喔 而是在每一次大跌的時候 我們跟著政府的四大基金 關股 航庫在這邊 你看台積電 從過去低檔拉上來 這是台積電的周線 這是鴻海的周線 現代位置 想要成為一家 用聰明方法 直接來找我祝福 本公司與所推薦 分析之個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好媽媽 用心即用鮮 每天輕鬆享用 健康美味的魚料理 慶祝好媽媽 以十九年式 全省各大賣場 均有促銷活動 歡迎選購 旗鼓雙贏 旗鼓雙贏一把兆 固得投固 就是 good 02 257角 1155 257角 1155 好媽媽 用心即用鮮 每天輕鬆享用 健康美麗的魚料理 慶祝好媽媽 以十九年式 全省各大賣場 均有促銷活動 歡迎選購 投資獲利雙指標 固得投固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固得投固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贈兆 旗鼓雙贏一把兆 固得投固 就是good 02 257角 1155 257角 1155 夏恩英語百分之百外師授課 英語聽說讀寫 No Problem 夏恩讓孩子與世界更接近 全國分校招生中 投資獲利雙指標 固得投固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